尽管面对生育率降低,服役人员人数减少的问题,但我国武装部队还是通过多种途径应对,确保军队运作良好。 国防部长黄友红医生表示,目前没有必要强制征召女性参与国民服役,因为这么做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负担将超出益出。 国防部长黄友红医生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说,武装部队通过科技,减少人力需求和优化现有资源等方式应对人手问题, 确保军队处于备战状态。国民服役的根本在于训练士兵保家卫国,我们无需为了所谓的性别平等而征召女性入伍。 王永宏表示,就目前情况而言,强制女性服兵役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不小。 部长也指出,我们不能够轻视女性对我国武装部队的贡献,目前我国正规军人当中,女性占了大约8%,相当于1600多人。 武装部队也在积极邀请女性加入,包括提供灵活工作安排和在住家附近工作。